男人将子弹放进平底锅 接着打开大火开始油炸 随后他来到地下仓馆 抡起大锤朝地面猛打 很快地面就被他砸出来个大堵 打开里面的铁箱子后 他从里面取出一把手枪 而此时平底锅中的子弹 也已经被炸至金黄 开始在锅里四处乱窜 屋外的杀手看到后 他以为开路的同伴已经冲了进去 立马开始开枪扫射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大强子的房子已经彻底被打穿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又往里面扔了一枚炸弹 原本以为万无一失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屋子里面的大强子 曾是另一个组织里的头号杀手 很快一群杀手就被解决 仅存的幸运儿还想抵抗 可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却连大强子的衣角都没碰到 正在他惊恐不已的时候 大强子已经悄悄来到了他的身份